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从林嘉丽约自己哥哥曾经的女友谭卫青喝咖啡开始 此时谭卫青是一名知名的钢琴家 通过回忆 谭卫青想起曾经与嘉丽哥哥在一起的岁月 可是嘉丽的父亲已经为哥哥做好规划 哥哥的婚事由父亲安排 哥哥的工作也是继承父亲的诊所 知道这一切的谭卫青出国离开了台北 时间回到现在 谭卫青询问嘉丽是否结婚 嘉丽开始回忆并叙述起自己的恋爱史 与自己哥哥不同的是 嘉丽选择了自己的爱人 嘉丽通过好友认识一名叫程德伟的同学 俩人迅速坠入爱河 可是父亲已经安排了自己好友的儿子与嘉丽结婚 不想重蹈覆辙的嘉丽准备做出反抗 就在离家出走前的夜晚 嘉丽问哥哥是否快乐 哥哥说自己没有资格告诉嘉丽什么是快乐 嘉丽与程德伟在台北领了结婚证 听到这里 谭卫青邀请嘉丽带上德伟一起来听她的音乐会 可嘉丽说德伟在三年前就死了 故事回到德伟死后通知嘉丽的那一天 嘉丽赶往海边得知德伟在海边自杀 但嘉丽久久不能确定这个自杀的人是不是她的丈夫德伟 嘉丽回忆起两人曾经一起奋斗的日子 德伟的好友阿财娶了富家女 于是她自然而然的当上了公司董事 并邀请德伟当总经理 嘉丽成了一名全职太太 但不久后一路顺风顺水的德伟在急速变动的城市生活中迷失 整天夜不归宿 她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丈夫 忙到没有时间陪妻子 每天是忙不完的工作和应酬 嘉丽整天在家等待德伟回来 学习插花来消磨时间 自己经受着寂寞孤独的考验 两人开始吵架 德伟被一名有心机的女同事小慧迷惑 与嘉丽的关系更加疏远 嘉丽与曾经的好友出去消遣 认识了一名叫平平的男青年 但嘉丽和她只是普通朋友的来往 德伟因工作出国 嘉丽探望了卧床的父亲 得知诊所要被大医院取代 回到家后 小慧找到嘉丽 说是德伟把分给两人的信件发反了 这让嘉丽知道德伟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 嘉丽彻夜难眠 甚至想过自杀 一天上插花课的时候 突然晕倒被人送进了医院 德伟赶了看望 两人重归于好 母亲也来探望嘉丽 告诉她父亲也有过外遇 此时嘉丽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这件事后 德伟开始在闲暇时间陪嘉丽 一切似乎都变得好了起来 故事闪回到德伟出事的那天 好友阿财也来到了海边 告诉嘉丽 德伟被小慧陷害 也许小慧早就知道德伟的事情 在阿财临走前 她告诉嘉丽 如果是她的话 不论那个尸体是不是德伟 她都不会再回来了 嘉丽去探望哥哥 告诉她现在的后悔之情 但哥哥说 如果那晚事发生在现在 他会说同样的话 他会支持嘉丽的选择 哥哥还告诉嘉丽 要相信自己的选择 嘉丽与谭卫青分别 故事结束 影片到最后 也没交代德伟究竟是死还是没死 但我理解为 那个死去的是嘉丽的旧灵魂 现在的嘉丽通过此事 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直信女子 我们看了那么多书 那么多电影 却依旧过不好自己的一生 自己的将来 由自己掌握 不用过分地相信别人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眼时光